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绿能、生态的永续以及保育 这两件事听起来都是一件 现在大家以及国际 共同在追求的价值 可是这个事情实际落实的时候 它是相辅相成 有没有这样的完美的选项 或者它可能难免会互相的排斥 这是今天我们在观点会客室当中 为您邀请到专家 我们要一起来考虑这件事 因为这一件事事实上 它仍然是在一个实验的阶段 所以有许多的课题 其实是大家要一起共同来决定的 我为大家介绍在我节目中受访的 他虽然人没有来到现场 可是我们在空中相会了 他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专任副教授 也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的董事 他是秋花妹秋副教授 秋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主持人陈伟你好 老师我请教您 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设置 它本来听起来就是一件 既符合生态的永续 那同时又是绿能 然后是国际目前发展的趋势 可是这一件事情在台湾 发生了这个与农 或者与余温争地这样的情况 这个对于不是地主 而是承租户的农渔民 其实生计可能会受损 那同时这个对于在台湾 各界政府最喜欢呼吁的那个口号 打出的那个口号叫经济发展 经济要好 听起来太阳能光电的发展 似乎是现在 至少是现任的政府 他们主要的一个产业发展策略之一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 您怎么样看就是 电光电以及浓于争地的 这一个情况 它的影响性 您是持正面的态度 还是一个比较忧心的态度 那首先我想第一点我想要讲的是说 确实如同陈伟讲的 就是带生能源 就是我们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主要的电力来源 有带生能源 然后蓝煤 然后这个 这个 天然气 天然气 然后再来核电 那核电随着我们 2025 就是123这样逐渐 因为都够老了 到期除一到2025年 我们现在大概用电里面 大概10%是核电 那到2025年 我们所有的核电厂就都会关掉了 因为够老就关掉了 那么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加上说 那个蓝煤电厂 因为空污的问题最严重 相较于其他的电力 能源的模型态来源 那所以我们在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走向 飞核 然后飞煤 把化石燃料留在地底 然后减少空污 保障民众健康的话 那通常大家就会更积极的希望 能够发展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的类型非常多 从太阳能 水利 潮汐 生殖能 等等 甚至 那地热 这些都是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里面 现在在国际间 有蛮多国家 那有一些是在城市 他们可能都定出了 譬如说我在 2030 或者我在哪一年 我要达到多少比例的 再生能源的目标 甚至有些人建立出来的是 我要达到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那当这个政策目标 还有全民的共识出现了之后呢 其实就开始面临的挑战是说 好 那我要怎么让再生能源的设置 能够加速 那么在再生能源的类型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刚才主持人提到 太阳能 太阳能其实是老天爷 给我们的这个资源 那太阳能到底 如果我们要使用太阳能 那我们就面对 那我们需要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到底要放在哪边 那 也因为当我们要去设置太阳能板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面临 譬如说 我们现在两大类型 一个是屋顶型 一个是地面型 是 如果你坐在屋顶 坐在你家 坐在大楼 坐在工厂 坐在工业区 那这个屋顶没问题 因为它其实是什么 你本来就有这个建筑物在这里 所以这些屋顶型的 通常比较不是大问题 那而且就是因为是屋顶型 所以住在里面的人愿意了 你才有可能做 那它过去遇到的问题反而是 譬如说我们的屋顶很多上面是违建 那或者是它的因为 就是有时候面积一小格一小格 那有时候单价不够高 对工厂来讲 就是觉得我用电那么多 我才装那些 优因不一定高 然后我为什么要投资这个 那对家户来讲 可能觉得说 因为我们电力很便宜 那觉得说 不然我这个我干嘛去给麻烦 要做这个投资 那所以我们过去 屋顶型理论上 它通常争议是最少的 那但是呢 它过去有一些 就是意愿上面 怎么去鼓励出来 我们有遇到一些挑战 但是确实在这几年 譬如说本来 蔡政府订定的这个2025年 要再生能源 太阳能的部分要达到20GW 然后去创造这个 去补足我们 要通过再生能源 补足的电力来源 那20GW里面 我们其实之前呢 订定的这个屋顶型的目标 是要在2025年之前 是要达到 2025要20GW里面 屋顶是3GW 地面是17GW 但是随着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 譬如说屋顶型慢慢 政府也 就是大家在装的过程 有发现遇到一些困难 譬如说很多屋顶是违健 没办法做 那所以法令上面 现在开始有一些松绑 这是画出了四个类型 就是如果你是有违健的话 那我容许你 用一个结构的补墙 怎么架在这个 你变成其实反而 因为你架太阳能板 你有机会让你的违健 变成一个比较 层次可以接受的设施 了解 发展设施 那所以我们屋顶型呢 其实在去 我们其实已经修改了一个政策目标 就是从 我们在2019年政府核定的新的太阳能的发电目标里面 我们其实已经把屋顶型从三个基加瓦提高到六个基加瓦 那相对的另外一个 我现在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地面型呢 它从17基加瓦降到14基加瓦 那为什么会降下来 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 大家当这个大的这个 比较大片的 不是放在屋顶 是要放在地面的这个 太阳能的设置的案子 出现越来越多之后 我们其实引发了一些社会冲突 环境跟社会的冲突 那政府其实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然后包括我们公民组织啦 那都也倡议说 那我如何可以去屋顶 我们尽量鼓励大家去屋顶 减少环境跟社会冲突 那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政策目标 已经把地面型降到 从17基加瓦 那在这个前提下面 我们开始来讨论 那这个14基加瓦要去哪里 那这个14基加瓦 因为它叫地面型 它不是在屋顶 然后它想当然了 就是当这个业者 要来投资的时候 他想的就是 那我可不可以面积大一点 对 经济效益才出得来 对 我一次 我经济效益 我投资一个 一个 这个光电厂 然后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投资 因为它有等斗电价的诱因 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一个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的条例里面 其实鼓励再生能源 那我们里面也跟很多国家一样 在再生能源 它为了要让量慢慢出来 其实大家政策上面常常会使用一个政策的诱因来鼓励大家 那个就是让我跟你买电的 国家跟你买的电 收购电的电价会高一点 对 20年 而且那个高是维持着20年不坠 对 对对 那所以 就很多业者可能就会想要赶快 因为你越前面盖的人 其实你的 准备电价就可以拿到越高 然后保单20年 是 对 所以呢 我们在现状就陷入一个情形 就是好政策上面呢 也有鼓励大家要去做一些地面型的电 光电板 然后呢 也有这个耿受的业 顺价 业价的诱因 要让业者赶快越早做越好 那但是呢 地面型到底适合摆在哪里 我们在整体性的 国土的规划 区位的发展评估上面 其实还没有做好 很完善的评估 那所以它就带来了一些状况 就是说 譬如说我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最新修正里面 强调的是说 那个我们把重点放在一些地方 那包括 以农业部 譬如说水域环境 那可能是像这一个水库 资红池 那还有一些地方是 如果是跟 畜牧业 农牧业 鱼垫 这一些 那电 我们这个太阳能 可不可以跟他们共生 那另外一类 就是在工业区 跟产业园区 那或者是像 譬如说台盐 这种废弃的盐滩地 以前在赛盐的地方 那开始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些 就是 暗场 规划 不管是私人的 或者是政府 比较主导的 比如说台塘 台塘也做一些 台塘的用地 做一些示范区 那或者是 台盐呢 他们就成立台盐绿能 要去沿夜的 这个 过去 这个 已经弃制的 这个赛盐的地方 然后来做 那么 甚至有一些跑到了 譬如说 像台东资本 他跑到资本私地 可是那个私地 是 这一个 同时 他也是原住民的 这一个传统礼日 那 那像我刚才讲台塘的 譬如说 现在平登 就会有遇到 台塘原来的 造林地要用 想要做光电 可是我们周边的 社区的居民 还有 这个 保育团体 会说 这个造林地 这个森林已经变成 虽然他是造林的 但他已经在那边 好一段时间了 那 大家 怎么会去 怎么会想要从 砍树的角度来 盖光电厂 OK 那就开始出现了 不同的生子 那所以我会把它 类型化 就是说 我们 其实从国家的 发展的角度 还有能源安全的角度 然后还有 我们希望走 那个 非核 就是 非核减 那生子慢 就是能源 不要的话 化石燃料 也都要减少的话 我们 唯一能走的路 一定是 太阳 这个 再生能源 那 再生能源里面 我们也不可能 都不用太阳能源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整体的需求 那但是呢 在 要做这些 大面积的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 我们 我们业界 可能已经 很急着要做了 但是呢 我们在 规划上面 整体性的评估上面 没有非常到位 是 是 那 那所以就 带来了 这些 不同类型的冲突 是 那像我刚才讲 譬如说 财东资本资地 那个案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涉及的 比较是 这个原住民传统 领域跟 生态 冲突 是 理论上呢 我们期望的是 再生能源 这种绿色经济 然后也创造绿色 创造能源之外 创造绿色工作 我们可能会希望 它去的地方 其实是跟地方 共生共荣 是 这让地方更好 是可以 地方可以加持的 是 那但是我们在 某些案例里面 看到一些 不同的冲突 那我说资本的 它就会是 牵涉到 原住民的 传统领域 牵涉到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就是原住民 然后还有 这一个 保育组织 他们可能就会 出来说话了 是 那之前 譬如说北部 已经暂时停下来的 是那个 大家知道桃园 有千里皮糖 很多皮糖 对不对 对 那它之前 皮糖中了光电之后 也带来地方的保育 还有社区的 比较关心文质的 就有 也有一件 就说 那你一干下来之后 我的 就影响了 我原来的 水鸟的 来来去去的生态 那 还有就是我们 本来这个 千里皮糖 是我们的一个 重要的地境 这是我们地主文化的一部分 那它是不是可以这样盖下来 也引爆一些生意 那另外就是 农业的部分 农业部分 其实大家最鼓励的是 类似这个 农舍 比如说你 农业设施 把它当成农业设施来做 譬如说 我们有一些农业设施 其实是需要温室的 对 如果是用设施的方式来盖 这样可能比较好 但是如果是 就是后来被爆发出来的 这些 假 这个 假农业增重点 就是说 我在农地上面 然后我争取了太阳 可是结果后来 我其实农业就荒废了 那 其实是 实际上只是在赚电的钱 那这一种呢 就是 后来因为这个案例 其实农委会一开始 接受的那个农店共生 我们一开始有一些地方 出现了农店共生 但是 马上就 就因为一些造假的案子 而使得这个 农店的部分 受到更严厉的检制 那当然就是 农业如果农地减少 马上大家担忧的 就是减少了 我们粮食的自给率 然后 影响了 就是我们自己的农业长期 能够保农 保住台湾 食物的问题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 发展可能 比如说 这一个 农民的团体 可能就也会有意见 那另外一个是 类型 是像 比如说我们说的 今天 可能我们待会 稍后会谈多一点点 是那个 鱼电共生 这样的政策 那这个政策呢 其实对 就我的理解 就是政府部门 像农委会 他在推 鱼电共生的时候 他当然想的是说 我们的渔业发展 那上面再加上 再生能源的话 那特别我们有些 某些鱼种 譬如说他比较害怕含害的 对 那我盖了这一个 太阳能板在上面 它可以保管 那甚至我们有一些 政策上面 鱼电共生的想象 比如说 那我盖了这个 太阳能 然后我增加了 这个农业的设施的投资 那我们甚至通过 做太阳能的过程 把水路整理一下 甚至发展一些 养鱼APP 那我可以当 这个包括渔业 渔村人口老化的问题 能够因为渔业 伴随着太阳能的投资 渔业现代化 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 听起来好像不错 但是呢 但事实上结果 也是引发了一些冲突 那那个冲突 如果以包括我自己的研究 现在在像七谷这样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 因为我刚才讲的 七谷这个地方就是 第一个它本来土地很便宜 就是渔温很多地主 它也没有在用 它也没有在自己在养 它是出租给成租户 那他们就在养 那地方也有一些 它用利用潮系的潮叉 引海水进来 像养殖文革 那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顺应大自然的 生态的养殖方法 那他们在那边觉得 我渔民也都过得好好的 那文革现在的价庭 其实也都很不错 特别是那个 大家知道像云林那边 就是后来的文革的状况 都是很不好嘛 比如说文革的苗 就是大家很多对于 比如说包括又青的 污染的影响等等 有很多 那这个旗鼓它的 它的在这上面的发展 相对就稳定 重要性在增加 是 那但是呢 这个太阳能板就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图像 好像蛮不错的嘛 可是 当大家急着要进来 我现在要做 那我就做一大片 那我急着要赶快投资了 那我就去跟地主谈一谈 那我就把土地收集收集 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是 但是刚才 刚才说 刚开始再来冲击 第一个 我刚才讲的 诶 里面蛮多 它部分有些人 自己也有一些余温 但是它还有承租一些 对 承租户就 那有些 生计受损了 对 有些是承租户 那它就发现说 诶 那有什么太阳能量进来了 对 那 那再来就是 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其实它会大 就是它连 因为加进来 之后它有可能 它的养殖的方法 都会受到影响 嗯 比如说我们要养文革 我们其实包括 我们的 知识渔民 它最在乎的是 我的 食指的健康里面 要健康嘛 食指要健康 那里面会 包括赛食 你需要赛食 赛食 那收成 整个收成都要曝晒 那或者我的放养密度 那我希望不要 我的这个 等等 我的养的方法 我有可能 那样的人加进来之后 它会 它就要被改变 那甚至要有一个 很可能 因为我地主就去签了 约 然后就 如果可能地主甚至 或者观念业者 甚至想要的 就是我直接有一个人 来代理我 处理这些食器 嗯 嗯 我有成立一个 我也可以成立一个 养殖公司 那因为农委会在 在乎的 子民会继续养殖 那所以 居民就开始增值嘛 那增值的结果就是 政府当然就提 有提出了一些 回应的方式 就是在地的居民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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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包含 有养殖身份的 渔民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 呃 呃 就农委会他去回应 这个就说好 那我要你保证 保证你可以拿到的 意愿书不是只有地主的 是 还有成诸户的 意愿书 是 然后再来 为了要让大家 哎 不要又来一个 假养鱼 生种店 所以 他就会 要求说 哎 你渔业的生产要是 前 呃 这个你的这个光电板 哈 你铺涩的面积 哈 只能 这个 四成 嗯 然后 第二个 你的 你你种出来 哎 你你 你的产值 哈 必须要维持 是前三年的七成 好 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 你要有意愿 好 居民 居民 连层知乎的意愿 你都要收集上 是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对 但是 这个在地方上面 就带来很多 很多的问题 嗯 OK 因为 是 呃 你觉得来 我我我我 对啊 我我确实 首先刚刚听到的 就是说 当然政府他有尽量 在思考一些相关的配套 不过如果说光电板 不得超过四成 那就如果说是用39%的话 然后产量必须达到七成 就是呃 鱼鱼鱼�货的鱼产量 还必须达到七成 那个这当中好像就是 因为39% 它所对应的数字 应该是61%啊 这个还有办法达到七成吗 这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呃 而且我刚才确实 其实这些方法 对 其实就是让地方 有产生很多疑虑啦 就是比如说 那到底原来的面积 覆盖掉四成之后 像我刚才讲 大家很在意的 那个日照的问题 对 光照的问题 那变成剩下四成 那大家 然后再来你 这个产值的变异 也蛮大的 那前面三年的 平均七成 哇 那这些到底要怎么达成 那再来加上那个地方 因为这几 包括我们2018的 这个 合资的公筒 其实也在 刚刚少下了一些 很 就当时因为 比较永和的 社会力量 就散布了很多 这个关于 散生的原来 光电满毒啊 会污染 清水 清洗光电满 因为污染 那居民有一些人 也对这个产生的 开始产生疑虑 他就说 那我种 我垫在上面 你清洗你 对 那个清洁剂 不就 不就落入了池中 我跟说 我是清水清洗 但是居民 还是会有一些担忧 那会不会 污染我的水源 了解 那再来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 有一些 那我现在 就开始 地鼠其实还是有 各种各样的 可能去 先跟你 这个 某种程度 解除了 这个租约的关系 然后 带进新的 这一个养殖的 专门的公司 来帮他 来养殖 诸如此类的 这种现象 就慢慢在地方 出现发酵 那所以 都会在我们说的 一些冲突 社会的冲突 那这个 而且这个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是它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地区 因为它 在历史上面 我们旗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曾经 台湾其实有 非常多波的 反对这个 石化工业 还有石化工业区 扩张或 石化 石化产业扩张的 这个运动 那其中有 是90年代呢 在我们台南 这个旗鼓的 这个地方 本来列龙集团 要做一个 七清 就是我们说的 第七清洁列邮厂 然后还有 加上有一个钢鞋厂 还要有船 这个码头等等 等于是一个 非常大的工业区 把这整个 低谷的 这么大面积的 这个湿地 就 其实当时 如果运动没有成功 其实就 我们现在就不会去那边 做竹法 夹鹅啊 去看七谷 那后来他们还有一波 是这个板队盖机场 是 那总是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些 运动上面的传统 就是过去这个 包括他们的 渔民居民出来 那捍卫这个 的生态跟环境 那也在那个过程里面去 包括 慢慢发展出来 譬如说 当时其实最后 救了台湾的 救了七谷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物种 叫做黑面皮鹿 那我们其实也因为那波运动 我们在七谷这个地方 有一个组织叫黑面皮鹿 保育学会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像 鸟会啦 还有台南鸟会 高雄鸟会 中华鸟会 都会去关心 那那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因为它这个整个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有地壶 然后有湿地 有余温 有废弃的盐摊地 它就是包括黑面皮鹿 黑面皮鹿 还有非常多鸟类 会去过境或者 骑袭的地方 是 因为又有这个运动传统 也指的某一些渔民 他们比如说 像他们现在 有发展出的这种黑面 这个黑面文革的品牌 或者黑文革的品牌 他们都其实都很强调的是说 我的文革子里面 我还有养一些私木鱼 当做工作鱼 而且我在赛事的时候 水更浅的时候 我黑面皮鹿啦 这些猴鸟 他们都可以进来吃 我人跟鱼 不完全是对立的 我甚至可以用皮鹿 去当我的品牌 那讲到的是生态的文革 那换言之就是 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不是我们 只有它引发的冲突 已经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 陈出户于敏的权益 那或者是这个光地验者 急着来圈地 你还要看到的是 它除了有 它原来的产业经济特性之外 是是 它的生态民产区的特性 对 它全区 那到底 到底哪里适合做 对 就会变成 其实它需要 通过一定程度的评估 对 邱老师您这样一说 我们确实觉得 它是环环相扣 一开始您谈到了 其实是关能源相关的议题 后来我们知道了 其实是跟我们现在 能源相关的议题 之所以会在现在备受重视 是跟我们国内的抗空污 国际之间的减碳的要求 那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谈到的是 绿能的兴起的时候 这个光电板它的经济发展 没想到会跟我们的漁业农业 有争地这样的情况 这里面产生了非常多种类型 每个类型都有它各自的脉络 我们必须去解决 而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个大一统的方式 就一以盖之地去来说 就这么地实行政策 因此我请教您 邱老师 如果我们看看国际间的经验 您觉得有没有哪个国家 他们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议题 而他们克服了使得农与 以及用电是可以共生 而不是相竞争的 那我想这件事 在当前台湾非常重要 那国际间是否大家都处理得很好呢 其实也还不进来 比如说像我在做我的研究过程 我也去日本 还有德国有做过一些交流 那德国当然就跑在比较前面 那么像日本 他们其实也面临到了一些这样的冲突 那我知道的有些看见 他们现在其实也慢慢要来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也有一些地方有发展出了 譬如说在东京那边也有大学 像农谷大学的老师 他们因为做这一类的计划 他们就发展出一个指导 类似guide line这样子 就是地方可以怎么样去 通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我们可以去协调它 太阳能事和放在哪 有一个评估过程 那像德国的话就是 德国的话他们像 他们就会认为说 政府有责任要来做一个 比较全面性的评估 了解 那那个评估里面 你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的 知识的累积嘛 是的 你才能够评估 然后你要有一定的政治程序 是 让军民可以参与 你才可以评估 那在这些评估的面 像太阳能 你可能会牵涉到 你在发展的过程 你同时 这个粮食的自给率 能不能一定程度的维持 然后还有甚至包括景观 居民其实可能很在意的是景观 那么这个景观的部分 它如何通过比较合于 居民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被评估 那这里面当然还有就是 我们之所以要做在真能源 然后在真能源的投资效率等等 能有一定程度的呈现出来 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最后这一个part 我觉得我要强调的是说 如果你和我刚才谈的脉络 你会发现说 第一个我们确实有这个发展的需求 但是第二个就是在发展上面 我们要有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面临 确实这个在真能源是好事 那可是它引发了一些 环境跟社会冲突 保育团体 我也是要保护黑面皮肋 那这个农与民 可能它原来权益 到底有没有受损 那我地方原来产业 有没有受影响 那所以这个特别是像 这个生态保育的部分 我们在国际间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把它成为一种 绿色冲突 因为它太吊诡了 生态环境 但真的大家认为是绿能 是好事 可是到了地方 所有的民众都 其实你如果民意调查 问他你知不支持 在真能源 所有人都支持 可是到一些地方 他却 譬如说环保团体 本来支持在真能源 可是去到他那边 他发现 这会影响到我的 这个生态 那他有可能会出来反对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绿色冲突 就是说 那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那我要怎么去解决他 所以在解决上面 我基本上 我自己不管从研究 那或者是实际上面 实务的这段时间政策 制定过程的参与上面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 在真能源发展本身 也应该要合于应该有的 第一个在知识上面 还有国家整体区位发展 然后国土利用上面 应有的适当的评估 那第二个是说 他在结合评估过程 他累积知识 那同时间他要不要做这件事 其实还是应该要 合于一定的程序的正义 那他可以保障到 就是包括居民的参与 然后还有在地的 生计的维护 那居民也有发展的权利 那所以这个程序上面的正义 然后这个也应该是要 要去面对的问题 那所以在方法上面 我们就必须 第一个是在大面积的 大尺度上面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区位发展的身体性的评估 比如说以这个 七股这样的大面积来讲 七股现在已经有五个案子 送到农委会 那么其中有一个 这五个 六个想要送的 那其中有五个是台延绿能 那么那个 等一下六个 六个案子要送 那台延绿能里面有一个 是 其实是已经 这一个通过了 在农委会已经通过了 那但如果我们去看 就是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套叠 这个一些 我们把那个生态资料套叠出来 包括不管是农委员自己的资料 或者是 我刚才有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好几个保育组织 他们其实都有在做 我们说用公民科学的方法 在长期做鸟调 记录鸟的迁迹 记录鸟的行为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有一些 其实是落在 落在 是有候鸟的奇迹的地方 那像台延绿能 他一开始本来还有一个案子 是根本就在 黑面皮鹿的主奇地那边 那旁边 那那个黑面皮鹿 不会那么乖乖的 就真的 就只有在你主奇地里面 它是会移动 所以它周边 其实也都是敏感区 那从业者的角度 他就会说 业者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们要去选址之后 他们当然也不会 笨到 就是不去看 我们法令上面规定的 有什么 所以 而且政府也不容许你这样 所以他们基本上 也都会先删掉一些 所谓法定的 已经法定的区域 那 比如说国家重要之地 他不会跑去那里 但是呢 但是 大家知道生态 就像我刚才讲 比如说这个盐田 这一期久了 其实它的身材变得很好 可是它有可能 没有被化进去 也就是说 我们的化色本身 然后 那跟我们实际的鸟矿 其实是有一些落差 我在做调查的这些组织 它可能有很多知识 可以补进来 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开 所以当你要做的时候 这个大尺度 这一区到底长怎么样 然后再来像我刚才讲的 产业经济的部分 像文革 渔民 他们就会说 那你不要 你如果真的要做 你不要做到台61线 以西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们很多 其实主要的 这个是在 就是最需要光照的 这个鱼种的类型 他们文革 那他们很多都在 61以西 然后他们利用 淘沙饮水进来 老师刚才谈的是 一条路名吗 61 对 台61 哦 台61 了解 对 台61线 是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大的虚位 它需要一些盘点 所以像我们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 是一个跨领域 那我们就会 也强调说 大面积的尺度 我们需要去评 我们其实应该像德国那样子 用政府的力量 那或国家的力量 我们去把 哪里适合发展 哪里不适合发展 很清楚的让业者可以知道 那引导业者去 比较适合发展的区 那这个套别的资料里面 应该要包括 能源发展的需求 跟能源效率 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层面是我们说的生态 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像热鸟矿就是很具体 是生态 然后第三个 生态环境 那第三个 可能很多是社会经济 OK 其中的经济的发展的类型 到底是怎样 那其实像我自己这样 研究调查下来 就会发现说 连鱼种可能都会影响 鱼民的支持度 为什么呢 像我刚才讲 温隔 因为它就 它就不想要被盖起来 会影响到它的残能 对不对 那可是像 比较深 像石斑羊比较深 它们要挖 四米深 对不对 那它们 它们可能相对上面 有可能 比较接受 这一个 太阳冷光点 那或者它比较怕 寒害的一种 它也有可能要接受 所以 但是这个 说真的 当初政策下来之后 都没有考虑到 这些这么细的细节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才说的 从程序的争议来讲 还有居民发展的权力来讲 我的家走出来 全部都变光电厂 那居民如果它 在景观上面 还有 我们说的这种文化历史 在地人的地方认同 这某种程度 你在这个 沟通过程 评估过程 某种程度 可能都要考虑进去 那你说像德国人 他们是把景观 当成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OK 因为他们有蛮多的冲突 是来自于人们 对于 譬如说风电 风机插在这边 大家接不接受 了解 所以这个是大尺度 面积上面 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盘点 引导业的 哪里可以去 哪里不可以去 是 我们其实政府不是都没有 比如说 农委会盘出的土地里面 像它最早 最重要就是跟大家说 你去地层下限区 或者是你 你去这一个 已经不是工作区 但是像这一类的地方 它有时候 我们在说资料套别里面 我们是连溃线的设置 都要套别进来 就在能源效率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譬如说农委会盘出来的 不利耕种区 很多其实溃线没有经过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大的租电线 都没有拉到那里去 那就也意味着 你如果去那里盖 你需要等政府 或者不然你自己投资的话 那钱很多 你要等它拉会线 所以它等于是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面向 它必须要有一个 大尺度的盘点 然后才能够引导业者说 你去这里 你去那里 但是业者 因为业者有一个 这个电价上面的 的诱因 会让他们很急 对 我也可以理解 那第二个是说 好 那大的尺度盘点完 国家政府盘点完之后 我们在小的个别案场 超过25公顷 这些大的案场里面 那它可能还是 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环境跟社会方面的 的检核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这段时间 我参与到的 就是一些 不管在 我看到的公民的组织 其实大家 里面有蛮多 也是保育团体 那我觉得也蛮 敬佩大家 就是并不会因为 我是 他们只是 他们就只看见保育 那反而是大部分 我看到这些 公民组织 甚至某些地方居民 在反对居民 他们都可以接受说 其实如果有一个 好好的评估的过程 或者这个案场要来 我们可以有一个 检核的过程跟方法 那我们来看太阳 很适合放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晓得 就是不是大十度的 国土的利用 跟规划上面的评估 而是这种个别案场 就会有我们希望 就是导入的 所谓的环境 跟社会检核的 那它情织上面 不会像到这个 环平那么繁复 但是过程方法 它其实要需要 就是针对这个案场 做一定程度的评估 那有一个这样 检核过程 而且通过这个 检核过程 你也可以让居民 知道说 我现在要进来 那我总觉得 就是说 就产业的角度 发展的角度 其实光电业者 到地方 它如果可以 是一个被欢迎的 就像我一开始讲 它可以加持 对地方发展 是有利的 我想会是一个 大家可以共好 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状况 那最后一点 我想要想 这个是我谈的 这个环境 个案的环境 社会检核 那最后一点 我想要强调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 远远不足的 如果再回到 德国的经验 我们其实对于 就是把人民的 发展权利 像这种地方 在地社区 假如我们有更多 自由在地社区 他们也一起 愿意来发展 这个再生能源 那甚至他们 可以去一起 参与投资 一起做合作 一起做公民电厂 那结合一些 部分的外部的 资金的资源 然后还有光电业者 的技术能力等等 那搞不好 我们冲突也 相对的会比较低 因为大家知道 哪里是地方 可以接受 适合重点的地方 那意义又可以 分享到在地 那对于再生能源 发展会比较真相 是是 哇 老师最后提出来的 这一块 其实是一个 方方面面 都有考量进去的 不论是环境 不论是社会 不论是产业经济 都考量进去的 一套评估方式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也曾经在 半个月前的时候 同样是访问 地球公民基金会 里面的成员 她是主任蔡慧巡 她谈到了一套机制 由基金会这里 已经提请给政府 作为参考的 叫做环境社会 检合机制 这一套机制 其实也已经 现在已经 政府已经把它 用作一个实验的 一个模式 已经推出了 那这个 因此我们最近 才会特别在做 所谓的 鱼电共生的 这样的系列性探讨 都是跟 目前正在发生 我们这块 宝岛上面 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今天了解到 这个环境社会 检合这套机制 它背后很重要 到底这套机制 怎么样定出来的 这里面主要有 刚刚由邱老师 所谈到的三块 其实是很 主要性的 这个支柱的考量 是在这其中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中山大学 社会学系的 专任副教授 他也是地球公民 基金会的董事 邱花妹邱老师 在节目里面的分享 老师您最后 节目的尾声 是不是有什么 呼吁 可以然后邀请 就是关心这个议题的 不论他是厂商 或者是在地的居民 或者是学界里面 想要为这件事 喉舌的对象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在这时候还想要补充的 我想最后就是 我是觉得 我是认为说 我们这个能源转型 其实是要基众人的智慧 来面对它 那我确实看到了 即便像再生能源 这样看起来是很好的发展 但发展过程 我们确实遇到了 包括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 然后我们需要更多 利害关系人 可以坐下来一起评估 他需要有好的政治过程 跟参与制的决策 那这个方方面面 其实应该要能够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 能力跟愿景 那是不是能够 将更多的不同的 利害关系人带入 从包括到政策 到资质的生产评估过程 然后到地方的参与 各方面我们可以 一起来做出努力 那我想这个是我还 我是我相当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过程其实很不方便 也有些 有些是跟利益交相关 我是渔民 我是存储户渔民 我受到了你丢的压迫 那我们说这个 光电业者进去圈地 光电业者被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很难堪的局面 就是说 那我们一直去谈说 这是私有财产权吗 我地主想要出租 我光电业者想来做 就是两瓶相悦 你租我鱼的 鱼温的人 有什么可说的 那或者这是我的鱼温 我想要做你 保育团体在讲什么 那所以我想 可是我们其实社会走到今天 就是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 那不管是这个 鱼电工生或者农电工生 它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粮食安全 粮食自给率 那或者是食品的安全 那或者是说 它如果有更好的生态环境 它怎么可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生态环境也提供了我们修气 等等各方面的功能 所以我们从业者的角度 它确实会有一些经营的压力 但是假如我们不是很照进的去发展 政府可以支持 然后业绩 政府愿意卷起袖子 中央地方政府都要下来 做一些相关的沟通 跟利害关系的 那业界也能够接受 就是说我们某种程度的评估 是需要的 那我们的在地的保育组织 我们的这个区民 其实也某种程度接受说 确实也需要做一些程度的发展 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应该是去 找出整路选 找出解放 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 当初我在我想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研究的时候 其实也想了一个主题 就是探寻最小冲突的能源转型路径 其实那种程度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找到比较小 最早冲突 是 那我们在这个权衡过程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大概是 大概是 是 非常感谢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的 她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专任副教授 邱花妹 邱老师的分享 谢谢您邱老师 没问题 谢谢大家 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冷门的议题 但是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建制的过程都是很很需要大家共同的智慧 集中制的历程 陈伟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陈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